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相信许多人跟佛习一样 对于藏传佛教中上师僧侣的称呼不是很清楚 这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了解 究竟法王 国佛 仁波切 堪布等等有什么不同 如果佛习引述介绍的资料有误 也烦请各位大德慈悲包含不令指正 藏传佛教又名藏语系佛教 主要流传于中国的藏族居住地区 与汉传佛教一样都是属于北传大圣佛教 藏传佛教不仅拥有丰富系统的佛教经典与理论 同时更有严密深奥的实践修正次第 藏传佛教中对僧人的称谓也相当繁多 包括法王 上师 活佛 仁波切 堪布等等 多数人都难以分辨清楚 首先介绍活佛 藏语叫诸谷或是祖谷 是化身的意思 是指前世又所成就 今生成愿再来人间普度众生的修行者 据了解 一个有成就的正觉者 在他活着的时候 在各地立即众生 当他圆集之后 则可以有若干个化身 然而 转世来的活佛 有的能够升任上师 有的却不能够升任 这是因为 有些再来活佛 虽然上一世获得了证悟 但这一世还是要从头学习 重新修正 才有资格传法冠领 活佛是有活佛证的 类似我们一般人的身份证 继续介绍的是人婆妾 它是藏文英译 在藏语里是人中珍宝的意思 是信众对德高望重的活佛 最亲切 最为推崇的一种尊称 藏传佛教信众在拜见 或者是谈论某位活佛的时候 一般都称人婆妾 而不称呼活佛的称号 更不会直接叫他的名字 在活佛的多种称谓中 人婆妾是唯一普遍使用的一种称呼 藏传僧人在三种情形之下 会被称作人婆妾 一是转世高僧 也就是活佛 并且被认证 第二种就是学问足为世人楷模者 第三就是这一世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 至于法王 一般分为四种 一是修行极高的高僧被政府认定 如噶马嘎举派的大宝法王等 二是某教派或大寺院体系的主法者 第三就是对于佛法推广传播的贡献极大 修正极高 而被公认为法王者 像是静美彭措法王 雅清寺的阿秋喇玛等 第四种法王则是某教法的持有者 如宁马派龙清宁提的持有者 多致亲人颇切 继续介绍的是堪布 堪布的英文是Campbell 原本是藏传佛教中主持受戒者的称号 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主持 后来只要是深通经典的喇嘛 而为藏僧学习经典学校的主持者 都称为堪布 他是一种佛学的学位 类似于大学里的教授 研究生导师 担任堪布的僧人 大都是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的高僧 也就是被佛教界公认至高无上的大学者 各个派别对于堪布资格的要求不同 有的只要佛学院毕业就有堪布学位 有的堪布只有佛学理论知识不一定有实际的正量 而有的堪布本身就是转世活佛或金刚上师 继续要介绍的就是上师 这是藏传佛教对具有高德圣行 堪为人师者的尊称 上师不一定是出家人 如果你认定跟从某位老师修学 那么他就是你的上师 上师有传法上师和金刚上师等等的不同 传法上师必须具有法的传承 可以传法、引导 但不可以灌顶 金刚上师则必须具备相当的正量 并且经过大成就者和传承的认定 不是自己自封的 而只有金刚上师才具备灌顶、传法、引导的资格 藏传佛教认为金刚上师就是佛所现的凡夫相 至于喇嘛 藏语喇是无上的意思 妈是母亲的意思 喇嘛的意思就是上德之人 早期喇嘛是对上师的尊称 不是随便哪个僧人都配得上喇嘛的称号 但是传到了汉地以后 逐渐就变成对藏传佛教出家人的称呼 就像和尚这一词 原本指的是德高望重的僧人 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一般男重出家人 也就是比丘的通称了 最后要介绍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 绝母 绝物的绝 保母的母 她其实就是藏族女性出家人的称呼 以上介绍了藏传佛教的许多称谓 简单而言 就是所有藏传佛教的出家人 男重都叫喇嘛 女重则为绝母 为人师表的大德可以叫上师 获得格西学位的老师叫做堪布 有转世认证再来者叫活婆 学问高深的成就者被称为人婆妾 修行极高 影响力极大的 则被公认为法王 希望这一集的介绍 有助于各位对藏传佛教的各种称呼 有进一步的认识了解 南无阿弥陀佛